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个板击刀观察,来观战一下荣吻的蜘蛛,盲女 这个刷点我感觉容易被找到的,这边要狗住才行,她得蹲,来我们镜头给她盲女 这个盲女完了,被看见了,应该是被看见了 这个位置被看见,这局结束了呀,这怎么打,牛仔来抱人 压根不会管这牛仔的,她应该是看见了的,当时的话低声敲杖 要找个地方狗才行,因为当时那个位置周围没有什么建筑,周围全是一堆草,那狗住才行 一连,抓牛仔,抓牛仔是好事啊,放着盲女走这个局我觉得球师还有得打 砸了个板子,刚才不知道盲女这边是怎么样,就是逃过了荣荣这边的一个追击啊,我感觉应该是可以抓的 嗯,这个得看回放了,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到这边那个盲女能走 可以啊,哎,这波牵制你还别说啊,这个牵制的非常好啊,呃,这边牛仔前面砸了块板子 然后这边的话躲掉一刀,哎,这边预判了一个闪现,预判交了一个闪现 但是没想到人是往外走的,那这局,球者真有机会了 不过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说掉转矛头抓盲女会不会更好一点 现在给他盲女,还是要来抓盲女啊,因为这边有台遗产机的 他这边压住这个位置的话,盲女走不了,然后呢,如果说待会可以很好的利用蜘蛛丝再回来的话 这边是可以把盲女挂在这边的机子上面的,随便滚过来一刀,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盲女的话拉开,拉开,牛仔也在这边 哇,这两刀真的一点办法没有,我们可以看到盲女是直接走都进不了这个交互点 看一下有个地压射 放了一下,牛仔,这边三层猪丝,牛仔要倒地 这牛仔应该是大概率倒的,呦,漂亮,漂亮啊 还吃猪丝,过板刀,帅呦 再给你来,打完,其实不亏的,牛仔这边倒地不亏的,你两个里面选一个嘛,你挂谁嘛 你挂牛仔你挂好了,对不对,你挂牛仔我嘛,盲女还能教自己呢 呃,这里游兵过来压住就行,游兵过来压住就行 杂技的话,这边把牛仔摸起来,把盲女摸起来了,盲女外之后去修 杂技可以修这边的机子,盲女外面修一台机子,机子就够了嘛,算机子,对吧 这边,比如说盲女,沙包,小房都可以去,诶,还没起来吗 没有点破坏的呀,这摸的,两个人挂人家是啊 这波没能摸起来,有点亏啊,感觉应该至少摸了890了 打一刀佣兵,这边四个人同时带圈,大家注意到没有 很少能看到这种的,两个人上挂,然后两个搏命同时用出来 这边佣兵要倒地,盲女也会打 这波其实熊者是亲近全队之力打了 就是他们的,已经破产了,现在已经打破产了 熊者这边的话,感觉能去尝试打一个平,但是赢已经没有可能了 因为他们该交的东西都已经交的差不多了 四个圈 杂技过来压着,然后牛仔的话修,佣兵交自己 杂技过来压着呢不要救了,这个人是不能救了,就压着就行了 杂技但凡露灭,我觉得这个局,主要赢了,吐一口 打一刀,手里有闪现的 切传送,好的也可以,但你救不下来,文宝这个人能挂飞 然后这边等着,文宝挂飞 嗯,当时那波,因为抓牛仔抓的时间有点久啊 没起来是真的有点可惜 抽刀,出了,好的,那再挂上,牛仔这边机子修掉以后 佣兵,这边要找队友摸起来,然后外面关键还要重新修一台机子 修完机子,他们可能还补状态,这两个人还补状态 补完状态,牛仔再去修,太难了 牛仔没有薄命,刘仔没有薄命,双弹三摇牛仔 加速过来,赢了 蛮蛮取责的一局,蛮取责的一局 抽刀,抽,哟 不得不说,其实这局猫猫,这个牛仔打的,我觉得蛮好的 打的蛮好的,只不过就是,对手是荣融 这个有点恐怖,他这边防,对 其实他已经知道要过来防守了 一刀先把游兵击倒 杂鸡一颗球跳开 这边的蛛丝足够他一波连上来跟近距离一刀带走了 最终还是打了一个死 这个机器人太恐怖了 这个机器人 跟上来一刀完成四专 应该没了应该结束了 再打这边先把杂鸡挂上 然后再去挂傭兵 最后挂牛仔 傭兵因为挨的刀比较多 一时半会起不来的 这个傭兵感觉至少点了两点 至少点了两点的那个自己投降了 四个人起来以后我们要站着输 改参了个新闻 我们下期见拜拜